大家好,说一下关于华航的问题 关于华航的起因经过和结果就不讲了 在YouTube上有很多的视频 还有台湾的很多政论节目 对这个事情有详细的介绍 那么我就说一下我的几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 台湾老标榜自己是自由民主的国家 那么罢工就是自由民主的必然产物 所以在自由的民主的国家里 罢工是合理合法的 譬如法国的黄马甲 法国人没有人认为他是不合理不合法的 譬如马克龙也是本着解决问题 那么和黄马甲对话的态度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但是台湾就不一样 我看YouTube上很多视频的评论 还有台湾一些论坛的文章 都认为华航即使的罢工是不合理的要求 还有一些的辱骂 这个具体就不说了 那么他的要求合理也好 不合理也好 他要通过对话和谈判方式的解决 而不是说你一口就咬定他不合理就不允许他罢工 那么第二点 华航的即使罢工合不合理呢 我认为是合理的 为什么呢 华航即使提的几点要求 我大概看了一下五点吧 他的要求主要和薪资并没有关系 他的大部分要求是跟非安有关系的 那么这个跟非安有关系的 他这个要求是不是合理呢 他不能通过理感性来主观的想象 也不能通过正论节目名嘴的辩论 比如你辩论赢了 对吧 你说的就是对的 或者是各种逻辑的推演 谁说的各种逻辑 谁就对了 这是不可以的 他是完全要通过国际的非安标准来判断的 那么我个人也查了一下 那么中国大陆的也好 欧美的也好 那么华航的这个非安标准就是比较低 尤其是在人员上的 譬如即使提到这个过劳的 因为飞机和其他的东西不一样 尤其是涉及到客运 譬如我们的长途巴士司机 他在过劳方面就是你的驾驶时间上都有要求 而且飞机对非安的要求更高 那么他的驾驶时间呢 更不能过长 因为我们知道飞机要发生意外 那是没有生还的可能的 所以他的要求是更高的 这一点无可厚非 那么我觉得这也是台湾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有一些东西明明是要靠行业标准 或者是行业规则来判断的 但是台湾很多老板这种事情要用一种逻辑推验 对吧 比比谁讲的更有逻辑 这个东西就很有意思 那么再说第三点 那么华航的问题出在哪里呢 华航的问题本身并不出在机师的身上 譬如华航的利润或者华航的利润是由机师 还有空服人员 还有地形人员 或者一些售票人员 票部人员等共同创造的 对吧 他们共同创造的这个利润 但是在华航却有很多的不创造利润的人 却享受了很高的利润 就是吃早的话很高的利润 这个就是用台湾的话就叫仇庸 用大陆的话叫腐败 那么邵航占行室的节目 说的很清楚了 那么何暖轩上任之后呢 他认定了大概20多个吧 各个部门的主管等等 而且还有台华航下面还有一大堆的 大概有七八个的成立的一些机构 他的这些机构啊 就是为了酬庸的 那么酬庸是什么呢 大陆可能不太了解 台湾就是你这个政党选赢了 譬如民进党选赢了 对吧他就要安排一大堆的人 对吧进到这些国旗里头 譬如之前呢台本的无奈人一家 对吧到台本领两千元 这都是筹庸 华航一样 华航是有很多的筹庸 一大堆的 那么他这个筹庸的人呢 每个人都要领取几十万台币的工资 也就是说华航不是没有利润 华航的利润还是不错的 但是华航的利润都被酬庸给失走了 那么台湾很多名诊 譬如正名现实批了 在批评他认为华航也不怎么赚钱 对吧和长荣比起来 长荣是收入还是不错的 那么他认为这是国企的问题 要把华航命化 我觉得这是不对的 华航没有利润并不是华航本身 而是华航的利润 被这一大堆的酬庸的人给吃掉了 那么所以呢 我觉得正名现实批这个节目 就把这个结果导向要国有企业私有化 我觉得这个很可怕 那么就涉及到第四点 我就说一下大陆曾经也有过国企私有化 那么大陆在国企私有化的时候呢 这个国企是拿纳顺人的钱建立起来的 譬如台湾的台湾与大堆的国企 什么中油台电台本华航台唐等等 台湾的这些国企大部分都是蒋经国时代 对吧用政府的钱建立起来的 大陆也一样 大部分是毛时代用政府的钱 或者是用财政建立起来的 那么这一部分企业呢 当年大陆的国企一样 也是都宣传吧 认为国企效率低 把它私有化了 效率就高了 那么最终的结果造成什么 就是国有资产优势 国企一卖了之 而且卖的很便宜 就卖给了个人 那么他这个卖给的个人就是什么 都是这个国企的这些领导人 譬如假如华航要私有化的话 那么他基本就卖给现在华航这个董事长 对吧 而且这个董事长就是国民党筹庸的董事长 那么你一私有化的时候 你这个国有资产群变成个人的 你这个个人就肥透透了 对吧 而且更可笑的 明明是你们这些人造成了华航的利润低 把华航的利润拿走了 你们反过来又要批判华航是国企 所以才利润低 然后又要把国企私有化 那么这个背后这个东西 很值得玩味 我就不想去说了 那么第五点 就中国大陆的国企的私有化来谈一下 那么大陆的私有化的过程 其实已经很早就 不是私有化 是大陆国企的改革 那么大陆的国企的改革是很久了 大概二十多年前就开始改革了 那么大陆国企改革的第一步 就是去掉了这种类似仇拥的单位 台湾叫仇拥 我们是通过关系进入国企的 对吧 其实台湾的仇拥也是通过关系的 对吧 你是民进党选拥的 你和民进党有关系的这些人 和民进党告诉我们关系的这些人 对吧 就给你仇拥到各个国有企业单位 各个部门去了 那么大陆当时也是一样 通过各种关系 那么这些人没有专业知识 他们没有专业基础 他们还安排到各个国有企业的领导部门 那么他就把国有企业就给它玩完了 玩坏了 而且他们还拿高薪 掏走了国有的利润 对吧 那么所以大陆的国企改革的第一步 就是把这一部分人全部剔除掉 那我觉得华航也好 台湾的国企也好 第一步也是彻底的把仇拥断结掉 不允许仇 那么大陆国有企业改革的第二步 就是国有事业单位的统一招生考试 比如我们吉林省 这些年如果你要进国企 做一个有编制的国企工人的时候 你便要通过国有事业单位的统一的招生考试 他招生考试是和公务员招生考试一起的 而且都在公务员招生考试网统一发布 职位统一考试 而且是全省考试 全省考试 他不允许各个企业自己出题 你各个企业自己出题 他还是会出现企业的试题 同意泄露 或者出现一些利益输送等等 要统一考试 那么统一考试之后 你解决入口的问题 然后再解决晋升的问题 他这个晋升 有点类似私企的CPI 根据你的能力经验 还有你的正题 就是说你做的什么 你做的很好 正义来考核一步一步的升线 这样的话 你能保证国企部门是有效率的运营 因为你要有效率的运营 你必须要在有经验的人手上运营 台湾的华航也一样 对吧 那么你文华轩被重用到董事长职位之后 他又任命各个部门的主管 主管 那么我就举个例子 譬如基石部门 我不太清楚华航有没有基石部门 我就是举个例子 你基石部门的主管也是臭拥来的 那么他成功来的人又不懂基石的具体业务操作 你又让他领导基石部门 这就很可笑 对不对 所以大陆以前也出现这个问题 那么大陆在国际改革的时候 你比如还说基石部门 他必然是从新入职的基石一步一步的 通过自己的工作证明了 他有这个能力 他有这个操守 然后他进行到主管 那么通过内部的晋升 而且内部的晋升上来之后 对吧 因为他已经通过他一步步的工作经验 证明他能干 他也了解这个工作 他才能把这份工作安排好 也就是说内部晋升 专业人管专业的事情 外部的势力 尽量不要介入当中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值得台湾接见的 那么第六点 我说一下国企利润的问题 那么大陆这几年改革的时候 国企利润主要用作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 就是承担社会责任 譬如高铁的问题 我今天还来看评论 台湾还有人在我的视频下面评论 厉害国 你这个厉害国 这个国企就是效率低浪费 他说什么呢 你这个高铁盖那么多有什么用 很多地方人口少客流少 你也建高铁 但恰恰相反 台湾老奖民主自由 那么我倒反过来问一下 那么这个人口少地方的人 他就没有享受高铁的自由吗 对不对 你这个老奖人权 那么你光在人口密集发达地区建高铁 那么人口少的地方没有 这个人口少的地方的人 对吧 那他的人权呢 对不对 人权的范围很广 他不一定是个投票权 交通自由 等等一大堆了 财务自由等等 这个不展开 今天不展开就完了 那么淡路的国企就是通过 譬如高铁 他通过人口密集区的利润来补贴 这个人口细胜区 我再举个网络 大多个网络的村民中 譬如过年时候在农村老家就讲 农村老家网费 不比城市的高 网速不比城市的低 那么我们花一样的钱享受和城市一样 网速的前提下呢 就是农村这个网络基站呀 他就赔钱 人太少啊 那他是怎么实现呢 就是通过人口密集区的这个网络基站 赚的钱来补贴这个人口少的地区 也就是说农村地区 对吧 那你这个 那农民 或者说我们的农民 他就没有使用更便宜更快点的网络的自由吗 对吧 这个就是国企要承担的社会责任 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 第二点呢 就是也依旧是承担社会责任 那他和第一点不一样 第一点是通过国企内部业务的开任 对吧 你譬如铁路门 对吧 铁路门铁路内部平衡 第二个就是外部 外部的平衡 他承担社会责任的时候 就通过外部的转移 比如在前几年大陆的养老金出现了一个亏空 那么解决方法就是 把一部分盈利的优质的国企股份 质押给了养老金账户 也就是养老金账户 拿到这部分有盈利的优质的国企股份之后 他就享受这一部分的国企的利益的分红 拿到这个分红 他用这个分红去补养老金的铺路 把养老金给发下去 那么台湾健保老宝对吧 都出现了资金上的漏洞 那么台湾如果能把台湾台湾很多国企的把这些台湾的这些国企好好改革一下 那么有利润之后你通过国企的利润你就可以把去迷入这些漏洞 你就没有必要 现在老金我们怎么办以后老宝怎么办以后警察怎么办 就没有必要的 那第三点呢 就是利润的上交 我们国企的利润的统一上交国库 由国库来进行统一安排 就说前两点之后 你譬如举个例子 就是我们的网 就是我们的联通 移动电信 他们都是盈利的 那么他们在人口密集区赚的钱 补了人口西兆区 实现全国的网络包括农村村都实现之后 他还有盈利 他这部分盈利就要上交国库了 那么国库就可以拿这个钱去做很多的事情 譬如中国的扶贫资金 就有一定的比例 是国企利润上交的 那么最后一点吧 就是说台湾这个仇庸 这个国企仇庸 就是一点也不民主 民主是为什么 让人民过上好的日子 让选民过上好的日子 那么台湾的这种选举 就是反而是通过筹庸的方式 掏空国有企业的利润 对吧 甚至还有要把国有企业卖掉 对吧 那你就这么被选民服务的 你就这么个民主法 你们的民主是为了让人民变得越来越穷 把人民的钱想办法给掏走 给掏空给变美 你就这么民主 还有第二点 第二点就是什么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美国 美国我们知道美国的军工企业 哪怕美国生产原子弹的军工企业 都是私人企业 但是 但是 它私人企业 美国的国防不是占股了 大陆的国企一样 大陆的国企不是完全的国企 现在都是股份是吗 大陆的很多国企也是国资占股份 它占股份不是百分之百 很多百分之三十的百分之四十的都一样 他们的国企也一样 都是政府占的是股份 对吧 它不是百分之百四十 很多部分都市场化 美国一样 美国矿部 在美国这些军工企业都占股 那么美国矿部是归总统管的 那川普上台之后 他有没有上美国的这些军工企业里去任命几个主管吗 没有吗 川普能任命的一些人 譬如副总统他的执政团队是跟他执政有关的 对吧 你去上一个国企认定高管就和他执政有什么关系 没有吗 你去把执政团队认定高管明显是要与民整理 对吧 那么美国包括西方还有都没有做这个事情 偏偏台湾有 那么台湾在选举的时候 譬如你选蔡英文当总统的总统的时候 那么选民有没有授权让蔡英文认定这一堆的抽拥职位呢 我其实想问问台湾的选民你们有授权吗 你们在选蔡英文的时候 你们有没有授权让蔡英文对吧 认定这些国企的董事长呢 你们有没有授权这些国企的董事长在认定各个部门的主管 那么你们有没有授权这个国企的董事长和各个部门的主管拿着这种几十万每个月的高薪呢 对吧 那什么是国有企业呀 台湾这个国有企业不仅是大陆的特质 台湾也很大 国有企业就是全民所有啊 那那个台湾的每一个人 其实从底部上看你们都是所有啊 对 那你们又搞议演一票 那事实上这些国有企业的事情 其实你们都应该参与 对吧 甚至说这个国有企业的领导部门啊 董事长啊 或者这个国有企业的制度什么的 都应该你们一人一票 因为你们都是普通的 那么你们也没有 对吧 你们都没有 那么也就是说台湾这个选举啊 我觉得就从这个仇荣看啊 完全是一种畸形的病态的甚至说一点都不民主的选举 那么这个民主在哪里呢 那么如果这是民主 那么台湾的民主就是一人一票来掏空每一个选民的资产吗 这个事情就蛮搞笑的 对不对 那好 今天这期就说完了吧 那么我也最后简单总的一件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一下台湾这个国企的一些问题 那么其实我这个是借华航即使罢工来说这些这个问题啊 但我其实主要谈的不是华航和罢工事件 那么第二点也结合大陆国际改革的一些经验 给台湾的这个国企啊 给台湾的这个国企啊 提个意见吧 那么第三点啊 就是我认为台湾目前的这个国企或者这个仇荣啊 一点都不民主 对吧 当然台湾的这个仇荣不仅仅是国企的问题啊 我看上方战警师有一期也说过就是 促转费的还有等等 民进党上台成立的十多个部门 涉及一千多个人 这些人都不是选上来的啊 都是临时任命的 那好 今天这一期就啊 说完了 喜欢的请关注一些